《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 作者白岩松 不是所有人都在拼爹 我是1989年毕业的 那是一个充满着历史感的年份 我们也幸运或者不幸地赶上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其实那一年开始我很幸福 因为当进入到1989年的时候 我之前几个月的实习已经结出了浓厚的硕果 我在国际电台华侨部实习 到进入1989年的第一个月份 老师就告诉我 你没有问题 我们要你留下吧 那时候看着其他还在找工作的同学 我就觉得我定了幸福啊 回家过了一个很圆满的年 回来了三月份 突然接到国际台的通知 广电部下了政策 今年国际台不招中文编辑 你吹了 于是一下子觉得到手的幸福破灭了 每隔两天 我就买了第三天去广州的硬座火车票 我自己一个人去广州的珠江广播电台应聘 但是莫名其妙的头一天下午 系里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话 说你们还有没有没来我们这实习的实习生 我想见一见 系里知道我已经在国际台催了 所以失败挫折 越遇了我新的机会 我没有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原因 是我评估了一下 我去国际台留下的可能性更高 而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可能性更低 所以我选择了国际台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国际台这儿折了 我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召唤 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跟我谈了不到两个小时 我谁都不认识 他们也不认识我 回去第二天就接到了电话 我们要你了 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谈 大家可以说 那是你们怀念的八十年代 现在不可能了 我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 没有为我工作的变动和求职 送过一分钱的礼 我遇到了很多贵人 要去相信 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更多 不是都在那儿拼爹 我一直在讲的两个笑话 我跟很多人说 我一直在讲两个笑话 第一个 我说我失去了一个 别人拼爹 他首先得有爹 我父亲在我八岁的时候 1976年去世了 我母亲把我养大 我哥哥在中央民族大学毕业 当时叫民族学院 我哥俩都买了原始古 现在这两所学院都叫大学 我的大学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 第二志愿武汉大学 第三志愿北京大学 那天在北京大学说完 我填报志愿之后 他们都有一种受辱的感觉 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以后 一个同事问我妈 孩子考哪了 北京广播学院 那个同事略微尴尬地说 念电大也得去北京吗 生活中 不要相信永远都在那儿拼爹 要去相信更多的正向的东西 起码我是一个例子 一路走来 一分里钱也没送 我不也走到这儿吗 第二个是 我曾经拥有一次 当富二代的机会 但是我爸没有珍惜 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是富一代 富二代有什么意思呢 那天我去广播学院 我们捐款 每年捐款资助新生的时候 我就跟那些新生们说 我说恭喜你们 你们拥有了别的同学 所不拥有的一份履历 你们的这份简历 将极具诱惑力和杀伤力 表面上是挫折痛苦贫穷造成的 但是将来它会给你鲜亮 你在简历里 写我是某某基金的资助 我相信很多老总看到这个 都会眼前一亮 现在很多单位招人 都要招家庭贫寒的 甚至是被别人资助的 他觉得这样的孩子 任性更强 北京电视台就在这样找人 这是不是一个转向呢 所以对我来说 挫折到来 没想到反而得到更好的 你凭什么在20岁的时候就界定 一个别人眼里的工作的好怪呢 我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由于那年特别的情况 8月15号 我报到的时候 上上下下告诉我 你被开除了 一年后才给我工作证 我们去房山锻炼一年 一年后回到中央台领了工作证 我一心一意想去的岗位是 新闻与报纸摘要 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品牌 我是学新闻的 我熟悉这个位置 我一心一意要去做这个节目 但是到了人事部 人家很尴尬地看着我 我猜了15个单位 都没猜到 我调到的新岗位 给我放在一个老年人众多的 相对比较边缘化的中国广播报 让我去排节目表去了 沮丧至极 我觉得我的新闻理想 从此烟消云散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就业岗位 我想离开 在那个时候 想离开是很难的 1990年 但是我此生庆幸 并且感谢我自己的一点就是 第一天上班 我来到报社 坐在那一上午 是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这天中午 我做了这一辈子 最伟大的一件事之一 跑到对面书面 买了一个人民日报的报纸编辑 我一下子把它看完了 我再不喜欢它 也要认真面对眼前将要到来的工作 这就像刚才方处说的 谈恋爱得认真 这可能是个苦恋 但我依然要认真面对它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认真面对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正是因为给我分到这份报纸 不是我原来喜欢的部门 这里有大量的时间 百无聊赖 最奢侈的是时间 我不知道该如何消费它 第二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招聘主持人 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去了 招上了 有大量的闲暇时间 百无聊赖 反正是我自己的报纸 因为这报纸都是中老年编辑 我迅速就成为主力 刚到那半年 我就被我们的头看中 可算来了一个小伙子 我就成了最主要的版面的编辑 请问你去大报可能吗 绝不可能 但正是因为我受到极大的重用 我就开始有大量的时间 不断写文章 登在自己的报纸上 虽然没有稿费 但是有成就感 开始陆续周边的人看到 我们报纸的纸张特别好 包鱼包肉不顺水 陆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就开始有了一定的小口碑 我两年以后 就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春节晚会的撞稿 又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电话 崔永元说 最近有空吗 我要弄一个电视节目 你给我当策划去吧 行啊 反正也是闲着 过几天 时间来了 东方知子的制片人 来了以后二话没说 拿了我在报纸上 刚采访完的香港歌星的文章 不是八卦的 很有味道 都是我提问的 反正自己的报纸 一整版一整版的灯 拿了之后 我把几篇我的采访 给这个人一看 他看了两篇说 你就是我要的人 我就去那儿当策划了 由于我没想干时间长 所以当策划的时候 就敢于表达我的意见 后来我被推上了 主持人的岗位 时间有一天 给我说你去采访吧 因为我坚决拒绝 我说这不行 我单位的人 如果一旦看见 我在这儿打工 时间一句话 把我说服了 你见过有早上 看电视的中国人吗 我一想这是安全 靠谱 那我就干吧 结果因为我没想常干 因此我保持了初期 没有任何的那种想法 比如说 将来中国最牛的主持人 就是我 一切发自内心 三个月过后 接到一个电话 小白 你是东方时空 平出的最佳主持人 主持人的概念 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和第一个岗位 一切都来自于无意 但是我始终认真 和充满好奇的去面对它 现在回忆起来 如果第一份工作 就像我想象的 去了我要去的那个部门的话 就是每天凌晨三点半上班 下班了之后 只剩下睡觉的 请问我上哪儿有多余的精力 去电台当应聘主持人 又不断写文章 被人看上到东方时空 我现在可能熬成了 中央电视台的副主编 但是一身疾病 时差倒不过来 我得感谢 我的无意的第一份工作 人生最最浪漫的是 从开始就陪着你慢慢变好 很多人问我媳妇 你眼光怎么那么好 你怎么选中 白岩松这个原始谷 因为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还在广播报 天天快乐地 跟同仁喝酒打牌 现在大家理解的是 你应该去找有财富的等等 有一首歌叫 最浪漫的事 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我觉得 人生最浪漫的事 就是我打一开始 就陪着你慢慢变好 因此 我觉得第一个要改变的观念 就是一定要再形成一种概念 人一生可能要做好多工作 第一份只是你上马的那一步 你要去积累很多经验 如若它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工作 也很难得 但是我觉得比例不会太高 而且我回观事实去观察的话 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工作的改变 我觉得这份统计需要去做 当天下都知道 美之为美的时候是丑 道德经理有一句话 当天下都知道 美之为美的时候是丑 我很庆幸我 1985年填志愿的时候 填国民经济管理和法律 当时我们班只有两个人填了新闻 结果我们两个人 一个上的是人大新闻系 一个是广播学院新闻系 去年教育部新闻系排名中 这两个新闻系并列第一 很庆幸你没有选择最热门的东西 包括我的就业 中小企业 它的成长会是什么呢 你现在毕业就想去苹果 你也就错过了当乔布斯了 你可能拥有了苹果 但是你再也不可能拥有当乔布斯的机会了 因此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 第二个要改变的观念 这是我到46岁的时候切身的感受 我有的时候不客气 我说很多的弟弟妹妹90后 90后怎么了 你张嘴十句话不到 我就能看到你爷爷的身影 你很年轻 但是你有一些残留的思维很老气 比如说面对变革 你是什么心态呢 我认为在谈到就业的时候 我很庆幸自己有一种幸福 我对未来以及变化 永远是充满好奇而不是恐惧 所以我喜欢开疆拓实 我们很多第一个栏目都是我做的 因为我好奇 人类的历史往往是被好奇改变的 恐惧不会改变 但是我发现身边绝大多数人 对变动充满了恐惧 哪怕这个变动是向更好的方向转变 但是由于变动打破了它的稳感觉 它就产生了恐惧 甚至躲避 甚至成为阻挡列车前行的人 在人生当中 你是不是也如此呢 学会对未来充满好奇 人的一生很长 你就是一个体验者 为什么不多看一些风景呢 我跟我的孩子经常会有这样的交流 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个新菜 我每次去饭店 比如说一家同样的饭店 这次点了五个菜 觉得蛮好吃 下次保留三个好吃的 再点两个新的 但是我儿子不断地说不吃 我吃我爱吃的 我就告诉他 尝试 我点了 而且这是很火的菜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儿子将信将疑地尝试一下 百分之六七十说 是挺好吃的 他好吃的概念在逐渐拓宽 但是人们有一种惰性 是认可自己习惯的好吃 他如果只停留在好吃的菜 永远不尝试没有吃过的菜 你知道天下有那么多美味吗 不会的 人生的感受也同样如此 面对将要到来的东西 充满一种兴奋性的好奇 所以我从来不恐惧 我总觉得六十岁 一定还有六十岁最美丽的风景 我欣赏眼前的每一处风景 但是我不沉迷过去 或者活到将来 到来的时候自然面对 但是我对未来充满好奇 你就敢于变革 就会成为获益者 我在带学生的时候不断强调 他们文章里只要一写 比如说这本书我不喜欢 不断地提醒我 我说好的老师 就是要教孩子很多不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已经不用我教你了 说明他是你的知识体系 和他会长久地陪伴你 但是好的老师 要擅长把现在年轻人 不知道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变成他喜欢的 哪怕他不喜欢没关系 变成他的知识体系 教育是要不断地给人添加未知 不喜欢变革的东西 而不是顺着它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 工作与人生在过程中书写结局 工作也如此 人生也是如此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一上来就定死了 上来就先把自己的故事结局写了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们政策等很多环境 要发展相关的改变 才会不至于我刚才说的那些全是空话 因为现实利益 大家都愿意有更好的工作 我也祝愿你有更好的工作 但是带着有更好工作的心 给自己一个不好的工作来了 我也接受 并且充满好奇地改变它 我的历程就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经常遇到一段时间觉得不行了 你敢不敢放弃 我曾在2001年的时候 整整一年把自己丢掉了 我去研发新节目 我对已经熟了的东西不好奇 没兴趣感了 虽然没成 但那一年重重地改变了我 我也不能保证 三五年以后 我还在中央电视台 我依然对50岁新的职业生涯 充满好奇 也许在互联网 也许在手机上 其实无所谓 在70英寸的屏幕主持 和5英寸的主持一样 我充满好奇 所以如果你足够强 你就会通过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台阶 逐步地向前去走 而且要留15%给上帝 给佛 给真主 给说不清的事情 还有15% 也希望各位充满好奇地面对我们 无法掌控的东西 但是我永远是用好奇面对的 人生一路保持对事物的新奇和兴奋 今年过年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沮丧 有一天忽然图然开朗 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很多年前有一部话剧 叫等待歌多 在我之前那么多年里 我对未来都是有耐心等待 充满好奇 甚至有一点兴奋 可是最近突然失去了 等待的耐心和兴奋 凭什么46岁就不能有了 那一天 我告诉自己 56岁的时候 我依然有等待的兴奋和好奇 所以 这是今年我的一个重要的 小小的收获 所以 跟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